大家好,我们在养多肉的时候都会养上一两层这个玉露 那么在春季的时候,玉露开花到底好不好呢? 今天明确的和大家说,玉露开花不好 会影响它上面的这个透明的玻璃窗 出现这个褶皱和不够透明的这种现象 如果你发现自家的玉露开始开花了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掐掉 有这几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就会影响那个植株的生长 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影响它这个透亮度 第三个就是它的叶片会逐现的褶皱 第四个开完花之后会拖累整盆植株的生长 那么在春季开花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呢? 其实在玉露开花的时候处理只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要把它这个花梗给它剪掉 不要把这个花梗继续留在上面 大家看我这个花梗现在只是刚刚冒头而已 就要及时的把它掐掉了 好把它的花梗剪掉 那么第二个步骤就要适当的给它补水 它在长这个花梗的时候 水分和养分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适当的给它补水 让它的叶片重新薄满骨胀起来 在后期没那么容易出现干瘪这种现象 那么第三个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就用这种多肉专用型的营养液 避免它在花梗长出来之后养分消耗过多 而导致僵苗或者是这个玻璃窗出现发皱的这种现象 它的叶片全部发皱 所以一定要注意在它花梗冒起来之后 减掉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用这种多肉型的营养液 如果在它花梗冒出来之后不注意的话 往后它就长残了 很难再恢复过来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